那麼就這樣不斷地去做 這個是很不得已的一個土法鏈鋼 那慢慢地去讀了一些 現在慢慢地有一些書田野調查理論 有一些東西就慢慢回來 我這個建議 一般人去做 有一個會考慮 台灣的可以買到那個人的書 就是馬里諾夫斯基的那一本 這個參與田野調查 那一套東西 你把參與田野調查那種概念 當然我們是做不到 所謂參與田野調查 你進了那個部落 那個裡面 你以他們的一個分子一起生活 而隨時又覺得我是不是的 又很難啊 我是你們同一個分子 但是又是意思我不是 然後去參與的這個觀察 這個是 文學創作來講 你模仿他們的方法 我看都夠了 然後呢 我又跟沒有做好的各位可以提到 做了一定要做卡片 做卡片一定要分類 那分類裡面有兩個東西 你分類就是說 你個人的意見的 和原來的資料 不能放在一起 這個你們田野調查有這個東西 這是最基礎的 那麼慢慢的呢 原始資料放在一起 要有編號 要有這個東西 然後你的意見 你的看法 要律賣歸類 九二有時會累積很多 那在我講實際上 現在人家問我 我都 有效不多 例如說 我 滿燕1947的 我有做這個錄音 錄音的 錄音沒有 錄音沒有 錄音的呢 大概有73到75個 有這麼多 那個東西呢 對我來講 其實文學創作人 帶你拿回來 不斷的聽 聽了有沒有歸當以後呢 其實 我大概就不太用了 以文學創作人而講 那些田野照照的東西 留在你腦海裡面 如果忘記的部分 我介意各位 就讓它忘掉 為什麼 不重要 重要的都忘不掉 忘不掉留在心裡面 你有什麼體材呢 那個就發生作用 讓它醞釀 它就自己會 會連接起來 這個是很自然的一個 一個繁形概念 Costart的概念 它自然會連接啦 我現在講只是 小說創作的部分 你如果到這個民族學田野照 我不敢講 我只能夠這樣回答你 謝謝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們剛才 少爺老師說 提出來 整個問題 我很早都看過 我有很親愛的感覺 比如說 我們台灣目前 我們土的這個作家 台上 比較出名 放更多人 更多人 更多人 這些人 都大家示範 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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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老師的 這幾位 總理由老師 也是 我們想是他們對議員 要按日本時代議員 要轉換法門 這幾位 接受的年齡 比較近 民間情 比較有 但是 雖然是 我最近在感覺 你們下的 修選 雖然 時代背景是 你給你們 政府的 優勢 但這個議員的問題 還是沒有改變 所以我經常想 這高行政 的 這個 修選 當然 他什麼 一千 但是 他 那種的 那種的 切 我們 我們 主席台灣社會 沒有人誰會出來 他連我們台灣社會 尤其 像我這個年代 也是 收的是中國 九雄 但是 北京議員說不好 台議員也說就好 所以 下的 文中 也說不好 所以 我請 少爲 請教你 就是說 你不知道有感覺 說 這個議員的 港股 台灣 是不是 最大的問題 這個問題 也 要怎麼 如果這個問題 沒有 我 在看 這個 修選 這個 領用 這個 我看 謝謝 你回答 你也先回答 我 不要 比他要動 副台 他是我的老大 所以他叫我講 我又不得不講 其實他講說 他會有很多的情緒性的一個感想 其實是這樣 有一個跟中兆正先生差兩歲的作家叫做廖清秀 他一輩子 他自稱寫了四千萬字的小說 這麼多 但是呢 在我認為他只是一個文學公務員 也就是說他只是寫 那他為什麼 他的最大的問題在哪裡呢 因為他是戰後 他在日據時代就開始 他比中兆正小兩歲 日據時代他就開始創作 那戰後呢 他是最早 他是最早 在台灣本土 沒有出 沒有離開台灣 像中里河那些就不算 他是在台灣本土 那土生土長 最早能夠寫出 用華文寫出長篇小說的人 可是他 他為什麼 一直到現在為止 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 廖清秀三個字怎麼寫 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他始終沒有代表性的作品 那我因為 我是少數研究廖清秀的人 少數對他的作品 比較全面性去讀過的人 那我的感想就是 因為他始終這個逃不出 這個文學語言的那種 所謂緊箍咒 他一直認為說 他作為一個台灣人 怎麼寫都寫不過外省人 那我想這個是他 他的一個自我 這個自我的一種 設限 所以他覺得他的文章 他就寫不出 比那個外省人好 那他完全用語言決定論 認為語言就是一切 我想剛才這位先生的意見 就是出現這樣的問題 可是跟我的文學閱讀經驗 完全不一樣 我認為像李喬先生 他的語言裡面有客家話 那他也多多少少在台灣生活 對父老話也懂 那當然他日記時代也讀過 兩年的 四年的 四年的小學 日文小學 那今天 李喬先生的小說 所呈現的就是 李喬那個年代的台灣人 他又是客家人 他又是要跟 福老人住在一起的 客家人的一個語言 我想他就這樣的一個語言表現 來講 是沒有人得比的 這不能拿高行健來比 高行健的語言 跟他的語言比起來 怎麼比 這無從比 那我想 李喬先生 他所以會 短篇小說 寫了兩百多篇 那 長篇小說 寫了幾十部 都是由於他有這樣的一個自信 如果他像 廖欣修那樣 他就寫不出來 就是你在語言上自己設限 為什麼台灣人要講北京話呢 我剛才講說 我導讀過《紅横夢》 我也導讀過《漏頭翔子》 你看你讀《漏頭翔子》 你看你台灣人 投胎三次 你也寫不出那樣的東西 因為你不是北京人嘛 有一個學生跟我講說 我那個學生都是四十幾歲的 已經孩子都大學畢業的學生了 他跟了我十年 這一群人跟著我十年讀世界民族 所以我想說 這個《漏頭翔子》的語言 就是剛才我講那句話 可是他說 天津人更會講話 天津人講的話 比那個更好 那我想說 我不是天津人 我為什麼要學那樣的語言 我不是北京人 我為什麼要學那個語言 我是台灣人嘛 我是客家人嘛 我的話就是有客家腔嘛 就是跟扶老人混在一起嘛 講難聽一點 就是吃過很多扶老人的口水嘛 所以當然就會有這種混在 很複雜的語言 有什麼不對呢 所以我想 語言的問題 應該是建立自己的語言的自信 那我也不是母語沙文主義者 說一定要用扶老話寫 一定要用客家話寫 就是用台灣話寫 我的台灣話裡面 有各種語言 你看我講話裡面 有沒有日本的語彙 有時候也會有日本的語彙啊 我跟我那個八十幾歲的姨媽 他講話的時候 他就問我說 客家話 那個蕃茄怎麼講 我說沒有 客家話沒有蕃茄 就是 那很多客家話裡面 那個很多語言 我們天天吃的東西 就沒有客家話 那你不用日本話怎麼辦呢 那既然有用了日本話 用了普通話 也用了這個 這個 輔導話 那我想 這是一個 就是我講的台灣話 如果我要是小說家 我就是用這樣的語言去表達 那我周邊的人 也是講這樣的話嘛 我想我就是這樣看 這個觸及到我多年思考的東西